军营大舞台随时战士之心走进北京军区驻山西某部队 两场出赛在上周告一段落 共有十四组选手晋级到了复赛 并有六组选手直通到了决赛 本周晋级复赛的十四组选手将一起争夺进入决赛的阳格 希望他们通过一周的准备再次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谁敢不决 我一定先把冲军举起来 这太让我意外了 敢于挑战 随时战士之心复赛规则 每位选手进行两个环节比拼 分别为体能测试和才艺展示 总分为一百分 两个环节累计分数最高的前六名晋级决赛 第一环节体能测试 合格的身体素质是一名军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也是部队强大战斗力的保证 本场体能测试内容为双腿深蹲起立 时间为两分钟 达标标准 男兵八十个女兵六十个 达标得六分 每多做一个加零点一分 少做一个或动作不标准 减零点一分 满分为十分 今天担任体能测试环节评选官的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016部队政治部 唐新华副主任 有请第一组选手上场 第一组上场的选手是 一号高建伟 二号张波 三号石庆锋 四号吴文超 准备 开始 开始 中文字幕提供 五欧 四号 八 Reform 八宗 八 Temple 八葉 四号 二号 八 Email 七号 四号 八 时间到 令评委印象深刻 然而体能测试是否会影响他的发挥呢 令评委印象深刻 千里木丹有千里的路啊 我还一步梦头 就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 妈妈眼里流 妈妈眼里流 来自古月之乡降中的二号选手张波和任英鹏 初赛时的表演略显单薄 他们能否在复赛中 令观众耳目一新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的三号选手 男女相声组合出赛中脱手好评 在出赛中 他们是否将相声进行到底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歌舞表演 是我们以前老班长自己写一首歌 然后非常的动感 非常的好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擅长歌曲创作的四号选手胡文超 出赛时以一首光荣榜创入出赛 这次他是否依然坚持原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原创歌曲 叫《月光下的哨兵》 跟我的战友一块创作 一滴木光 煽动着则人 多么威武的我们 多么威武的人 让我将这不少病的剑影 停在心中 下面有请第一组所有选手上场 体能那个比赛之后对你们的演出影响有多大 下去以后透支的比较厉害 所以说对刚才我唱《儿性千里》来说 平时就是作为这种歌曲是很轻松的就拿下来了 但是刚才在演唱这个歌曲的时候 特别到高音的时候实在是把握不住了 那个唢呐有影响吗 有点影响 感觉就是气不是很够 最后一个是感冒了 我知道 一个是感冒了 再一个是战友们太热情了 跟我打拍子的时候让我脑子里边一盘空白 至于所有的节奏全跑 体能练完之后我们几个评委就在这议论 就特别担心 心里头觉着是不是这个节目编排应该顺序上有问题 应该是先紧着才艺表演 完了之后把这体能的搁到后头 后来我们这么一想啊 没准什么叫歪打正着啊 也许是无意的 但他恰恰的就反映了 这是我们战事之星 就是说你能不能先进行体能训练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体能 没有一个好的体魄 你想打胜仗打营仗 你没有前提啊 所以说我们即便是文艺战士 或者说我们业余的文艺骨干 我们都要是首先是一个兵 刘俊老师这段话说的特别有道理 为什么呀 咱们这支部队就是一个敢于挑战极限的部队 我们有过一千多人 最后打的还剩一百多人这样的战士 剩十三个人 对呀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部队 你想想 做点体能训练再上台表演算什么 狭路相逢 勇者胜 我们还有四感精神呢 感到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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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也说说我的感受 第一个出场的小高 你的嗓音条件是没有问题的 你处理歌曲的本事是没有问题的 总而言之呢 应该在这一组来说 我觉得你的表现还是挺突出的 那么这个索纳和笛子这两位小老弟 也可能出现了问题 我不知道是你们的心理问题还是准备的问题 索纳的基本上来就是破音 破了好几个 也断了很多音 笛子呢很长时间也没出 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你俩基本上大哥靠二哥 二哥没准备上大哥 是吧 哥俩在那对着对着忘了 这对男女这个节目呢 实话实说也不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兴奋 我不太赞成你们俩选择唱歌曲 因为我感觉你俩跑调跑得厉害 尽量还是说比较好 最后一个小伙子 我觉得这话很优秀 你自己也说战是一鼓掌 你就定律有点乱 确实前面的节奏拉得多了一点 其实后面又找回来 还是不错 总体来还是不错 但是作为一个好演员 心理素质好的话 战什么再鼓掌 再热情 其实你还是有一定的定律的 谢谢老师 现在是评委打分时间 为一号选手高建委打分 腾剑88分 牛群85分 魏晨霞86分 卓琳80分 一号选手高建委第二环节平均得分 84.75分 总得分91.85分 为二号选手张波任英鹏打分 腾剑80分 牛群75分 魏晨霞75分 卓琳70分 二号选手张波任英鹏 第二环节平均得分 75分 总得分83.10分 为三号选手石庆锋 刘静廷打分 唐剑80分 牛群71分 魏晨霞76分 卓琳77分 三号选手石庆锋 刘静廷第二环节平均得分 76分 总得分85.30分 为四号选手胡文超打分 唐剑81分 牛群72分 魏晨霞75分 卓琳76分 四号选手胡文超 第二环节平均得分 76分 总得分84.30分 目前第一组四位选手的成绩排名为 第一名高建伟 第二名石庆锋 刘静廷 第三名胡文超 第四名张波任英鹏 有请第二组选手上场 第二组上场的选手是 五号 李浩 六号 陈玉坤 七号 董哲熙 八号 冯真伟 选手准备 开始 时间大 五号选手李浩在初赛中被评价为应准最好 但表现过于谨慎 赴赛中 他能否克服紧张情绪 充分展示最佳的水准 谢谢 今天的那晚上 我兴奋又轻飘 翻来覆去难入睡 索性下了窗 一颗正见明月光 心里空荡荡 父亲悄悄来身旁 扶住我肩膀 他这样对我讲 参军如无法兵当 当兵为打仗 打仗就要大声张 大声才荣慌 我因本领超苦恋 越恋人越强 我要害怕苦和累 崩如初号岗 如今的一番花 我心凭天亮 声声鼎鼎于康墙 牢牢记心上 明天一早朝夏里 穿上新军装 我们共愿强军梦 长城万里长 我们共愿强军梦 咱们共愿强军梦 长城万里长 六号选手陈玉坤 在出赛中 以一首红旗飘飘 掀起了现场高潮 还很荣幸地 与评委顾丽雅同台演唱 陈玉坤能否从中 获取宝贵经验 在赴赛中 提升竞争力 我为你 我出生在这个 一世无有的年代 没有受过苦难 没有经过痛苦忍耐 走进军营 少了些许 永远和溺爱 学会了早起 学会了自立 学会了相互关爱 别总说我是学生病啊 不好怪你 不好待 只要乱出泪水 哪个哪儿 干不出风流 尝不出浩迈 别总说我是学生病啊 不好怪你 不好待 只要乱出泪水 哪个哪儿 写不出风流 尝不出浩迈 浩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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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上场的七号选手 董哲昕 在初赛中 以高男的小提琴演奏技巧 征服了评委 在副赛中 董哲昕 会用他的小提琴 给我们讲述 另一种风情的故事吗 而在副赛中 比内甜界嗐昕 叫我就 该已经属了 时不 husband 这颗 子 你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组最后出场的八号选手冯真伟 拥有多年逐笛演奏经验 今天他是选择美声演唱 是冒险还是出奇之声 天上一个月亮 水里一个月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里 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看月亮自故乡 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 看月亮自故乡 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 下面有请第二组所有选手上场 这一组就好多了 我们看了之后 心里很舒服 很高兴 但是李浩 我觉得你自己没有准备好 对词都不熟 陈玉坤在出赛的时候最后一个上场的红旗飘飘 特别勉强进入复赛 但是刚才我觉得你也很自信 不错 我觉得李浩 这首歌特别适合你唱 一乐起来小火牙刺着 特别特别的可爱 最后一个小伙子 小冯 你是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苗子 你的声音音质 你的形象非常非常优秀 但是你现在的气息也好 咬字也好 应该说还不是很规范 还不是很到位 应该说是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如果你训练好的话 我想你的中音 高音都相当相当的出色 尤其是最之前的 你的音质非常非常的好 我想说说主题 说主题我就要说一说小提琴了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它是选自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拍摄的一部电影 叫《冰山上的莱克》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就是这个影片的那个少数民族的战士 和他的那个女朋友之间的一段曲折的复杂的那种男女情感 我仔细聆听了你的乐曲演奏 你里面用了很多的副调的演奏 是大把位的 要抓上两根弦上 这样的大把位的演奏 而后呢 它里面又增加了许多的十六分音符 这样的和弦的爬音的快速的变化 这比你在初赛时难度要翻三倍以上 我一直有担心我怕你演奏不好 但是我看着你的面目表情 我的心就跟着你沉静下来了 你是一个心理素质非常好的演奏者 而且呢 真的是能够达到独奏的水平 希望你能够走向更大的舞台 给我们的军营这个文化的品味品质提升一步 现在是评委打分时间 为五号选手李浩打分 腾剑82分 牛群82分 魏晨霞80分 夺林85分 五号选手李浩 第二环节平均得分82.25分 总得分92.25分 五号选手李浩 目前排名第一名 为六号选手陈玉坤打分 唐剑83分 牛群72分 魏晨霞80分 夺林80分 六号选手陈玉坤 第二环节平均得分78.75分 总得分88.75分 六号选手陈玉坤 目前排名第三名 为七号选手董哲基打分 唐剑89分 牛群82分 魏晨霞88分 卓林82分 七号选手董哲基第二环节平均得分 85.25分 总得分94.05分 七号选手董哲基 目前排名第一名 为八号选手冯真伟打分 唐剑88分 牛群82分 魏晨霞83分 卓林86分 八号选手冯真伟第二环节平均得分84.75分 总得分91.35分 八号选手冯真伟目前排名第四名 谁是战时之星 复赛赛程已经过半 对于目前排名 暂列第一的董哲基 虽然晋级决赛就在眼前 不过他的心情 似乎并没有那么轻松 我能够暂排第一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幸运 现在我心情是有一点小激动 也有一点小紧张 而对于冯真伟来说 虽然在第二轮表现优异 但是由于体能测试发挥不佳 最终排名落在第四位 此时他的心情更加忐忑 心情很感觉说不出来那种 也挺想进入决赛吧 但是现在挂在这个半空中 会不会十分关注 接下来这两组选手的比拼呢 肯定会关注的 至于最后公布的 能不能进到进入决赛 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 就行了 问心无愧 随后上场的六位选手 将给最终排名 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有请第三组选手上场 第三组上场的选手是 九号田德龙 十号盲门 十一号鸡海霞 先手准备 开始 加油 时间到 第三组第一位上场的选手 田德龙 在出赛中的演唱 没有得到评委的认可 不过 他充满活力的舞蹈 最终让他晋级复赛 复赛中 他能否扬长臂短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司 李宗盛 你让我来到为我唱的那首歌 记得记那小时候 你为选妈妈长大 十二车听一遍地诚 当你又想吻 我会永远收不住你 爱永远不相随 10号选手王文在出赛中 用即兴问答的方式展示了一段说唱表演 出赛中他能再为我们带来新意吗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 我要唱给我的妈妈听 我要唱给在座所有战友的妈妈听 我要让所有的妈妈看见我们都长大了 现在这个社会什么都讲究回报 谁还能记得几小时后背过的书包 谁不想时刻都能投入妈妈的怀抱 可是这份恩情谁能永远装进心中 当你长大当你不如这个社会 可以改变命运的是社会而不是你 任何父母都放此成龙 妈妈请您不要对我期望太高 我会尽最大努力达到您对我的目标 如果有一天我不幸失败了 妈妈请您别伤心 我知道您是恨且不成钢 您打过我骂过我我都记得 但我不曾记恨您 是您让我读懂了人生 您曾经为了我的学业下跪 我的身体里留着您都觉得有愧 如果还有更多的伤悲 我恳求老天我母亲所有的苦泪让我自己背 我觉得永远不变的就是您对我的牵挂 十一号选手季海霞自小学习美声 出赛时 顾丽娅评委提出的六点建议 能否让季海霞在副彩中的表现 更上一层龙 我相信已经专专业文风团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天边飘过一朵白云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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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与飞来一只百里 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擦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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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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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质朴 但是打动我们 就是想告诉战友们所有的妈妈 我们都长大了 最最真挚的情感是能够打动人的 我接着说小姑娘海霞吧 她今天真是把我震了 不是她演唱把我震了 就刚才的体能 男子的最高的只要是120分 就是满分了 她是120多分 120多下 126下是你 知道吗 就称这一点 我们真应该 我们所有的男子汉 都得向这位小女兵学习致敬 谢谢老师 我特别好奇海霞 你怎么做到的 怎么能做那么多 126下 你平时练吗 新病年的时候 我还 还要感谢我们班长呢 平时练的时候比较严格 就练这个动作比较多是吗 是 十号 那小伙子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 但是我对你这个节目哈 这里边的难度 咱们可以探讨一下 其实说唱真是中国的 在古老的时候就能说话 基本就带着说唱 但是基本都要求有一些节奏 包括说快版 我认为所谓的说唱 起码要何折押运 你比如说啊 1953年 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 他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 是不是 就眼前折也好 折越也好 节奏也好 都在里边 我们经常有时候开玩笑 有的时候 连队的战士 基层的宣传员 说快版 不带节奏 不带折运 同志们快点走 打前边来了个独轮车 腰里边别的洗脸盆 啪嗒啪嗒直抽烟 咱们到了地头就喝水啊 你说这什么乱象 是吧 你这个呢 其实折运我知道 你要想押上折 即行说 那真是太难太难了 同时我觉得你这个节目 在军营里边 你把它再变一点 变得更有冰味 没错 冰味 气息 可能你这个节目 更上一轮楼 谢谢评文老师 这一组选手当中 终于该轮到说班长了 一队舞蹈 一个扮演班长 一个扮演普通义兵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表现出来 让自己的战士休息 你去替战士站岗 这样一个在我们的军营中 最优良的一个传统 在这么一个短短舞蹈中得到了一种体现 然后呢我们就想到了姬海峡的班长 正是因为这种军营的这种温暖如一家人的这种团结 才能够产生更大的力量 现在是评委打分时间 为9号选手田德龙打分 唐剑85分 牛群80分 魏晨霞85分 卓琳81分 9号选手田德龙第二环节 平均得分 82.75分 总得分 92.75分 9号选手田德龙 目前排名第二名 为10号选手王文打分 唐剑 82分 牛群80分 魏晨霞 81分 卓琳 85分 10号选手王文第二环节 平均得分 82分 总得分 92分 10号选手王文目前排名第4名 为11号选手季汉霞打分 唐剑84分 牛群88分 魏晨霞83分 卓琳84分 11号选手季汉霞 第二环节平均得分 84.75分 总得分 94.75分 11号选手季汉霞 目前排名第一名 有请第四组选手上场 第四组上场的选手是12号柴染 13号林永诚14号驱正 先准备 开始 加油 直接到 下面出场的是两位秀外会中的女孩 她们一个在出赛中展现了琵琶弹奏的记忆 另一个展现了书法的功力 经过重新组合 两位女孩将在复赛中为大家带来一套全新的节目 复赛的时候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 我们主要表演一个就是跟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的一个场景 你好动武 你好是赞景桂林 好的 请问兄弟好吗 说你好的 谢谢请看下一路 好的 好的 谢谢您再见 不客气再见 你好动武首长 你好 请接一下做新次李胜利参谋的电话 好的 帮您接李胜利参谋 稍后给您回过来 希望您再见 你好李参谋 是参谋长 是参谋长有电话请帮您接过来吗 好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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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来了 上天江 累吗 因为街舞13号选手李永诚 与部队结缘 军旅生活又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中 融入了更多的阳刚之气 附载中他将如何把部队生活援助 与街舞巧妙对接呢 机械舞加了我连冯化冰的特色 加了一些军事技术在里边 这是你自己自创的吗 是自己自创的 加了一部分的 加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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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传仗了一部分 最后上场的春雷曲正组合 出载中一曲 Bad Boy 海盘全场 面对前面选手高水平的发挥 春雷曲正能否顶住压力杀入前六名 夺取进入决赛的门校 太紧张 全包走 一 和 一 和 女侣的前凤 踏步的风帆 火烂烂的机器 飞扬着精彩 方态背不发气 热血灰城海 今天总也有了 活不到舞台 前面有请第四组所有选手上场 这个小画舞员 还是那么的可爱 清秀 靓丽 青春 活泼 临时搭成了一组 一个是琵琶 然后还有一个是书法 为什么没有把你们的拿手的好活 拿出来是不好组吗 我们主要是想展现一下我们这个专业 因为我们俩从事的都是画舞 我们想把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工作 展现给战友们 我觉得展现得很好 声音非常甜美 让我们在这儿没有到你们的机房 已经感受到你们的那种工作的状态 很好 恕我直言的话 你们两个在歌唱和说的方面 都不是最强的 你们是在扬短必长 所以有点吃亏 但是不要紧 我们的这个舞台 就是要反映军营火热的生活 要反映出我们的军事训练 我们的官兵风貌 谢谢老师 那我们来说说第二个小伙子 出赛的时候就是很精彩 用四个字 我觉得你的这个机械舞和街舞 炉火纯青 谢谢老师 跳得非常好 跟出赛一样 谢谢老师 富赛呢 加了你的战友跟你配合 对你个人而言 我觉得还不够过瘾 就是没有大的艺术门类的跨越 就是没有更多的破点 谢谢老师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 临时组合了你们那个 就是没有进入富赛的那三个小伙子 你们还不是一个单位是吧 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舞现在是当下官兵喜欢的 希望你坚持跳下去 跳出军营的火力 跳出军营的风采 谢谢老师 我来说这王春蕾这个节目吧 这个其实我挺喜欢你这个当兵 就是这么帅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可以把这个意境呢 弄得更有兵味一点 让那个口令呢 让那个打下子鼓的小伙子 你来喊 临时组 走 萨克斯呢 你从旁边走出来 把这萨克斯不好拿 谁可以按着短枪那么挂着走 非常有军人气质的 完了以后向右转 走到前面 像绑着枪一样 把这个歌唱完之后 哗接着再 把这个萨克斯再弄下来 中间节奏的时候 再走几步 很专业的部队训练的步伐 行进的步伐 就比你那个 那么就那么晃荡的 我觉得更可爱一点 谢谢老师 现在是评委打分时间 为12号选手柴染李慧娟打分 唐健80分 牛群70分 魏晨霞82分 卓琳81分 12号选手柴染李慧娟 第二环节平均得分 78.25分 总得分88.25分 12号选手柴染李慧娟 目前排名第9名 为13号选手林永诚打分 唐健80分 牛群75分 魏晨霞83分 卓琳80分 13号选手林永诚 第二环节平均得分 79.50分 总得分89.50分 13号选手林永诚 目前排名第8名 为14号选手王春雷 屈正打分 唐健82分 牛群78分 魏晨霞83分 卓琳82分 14号选手王春雷 屈正 第二环节平均得分 81.25分 总得分90.25分 14号选手王春雷 屈正 排名第8名 至此 随时战事之星复赛 已经全部结束 以上排名的前六位的选手 最终获得了进入决赛的资格 他们是 第6名 高建伟 第5名 王文 第4名 李浩 第三名 田德龙 第二名 董哲熙 第一名 季海霞 成就梦想 成就未来 谁是战事之星 我是战事之星 非常感谢评委老师 以及战友们的支持 感谢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希望我们的表演 能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感谢各位评委老师 对我的青睐和战友们的鼓励 谁是战事之星 我是 我现在非常激动 没想到我能进入决赛 感谢评委老师们 感谢我的班长 感谢我的战友们 谢谢你们